什么是量子引擎?它与传统引擎又有何区别?量子引擎对人类的未来有何重要的意义?哪个国家能主宰这个领域呢? 随着科技的发展,过去越来越多的科幻设定成为了现实。而在人类生活整体进步的同时,我们的科学家也在积极规划人类未来的走向。 其中,如何用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成为重中之重?在多种新科技齐头并进之时,量子引擎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首次提出量子这一概念,一个多世纪以来,量子科学一直都被认为是人类前沿探索的重要领域。 甚至有种说法,谁掌握了量子谁就掌握了未来。 如今,由美国主导的量子计算机,以及中国指导的量子通信技术,开启了第二次量子革命。 同时,一种用量子技术开发的新概念引擎,取代传统发动机的构想也处在论证阶段,这就是量子引擎。 量子引擎的提出得益于21世纪人类在空间探索领域的发展,如今人类已经能完成太阳系内许多探索, 但如何更有效率地冲出太阳系却依旧难以办到。 要使得航天器冲出太阳系就必须达到第二宇宙速度,但现如今,人类在动力发展上似乎陷入到了瓶颈期。 引擎技术发展始终缓慢,如果不做出变革,那么冲出太阳系始终是遥遥无期。 好在人类拥有足够大的脑洞,在很多科幻作品中, 未来的人类能驾驶大型的宇宙战舰缩缩于星际,并且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实现空间穿缩。 按照设定,为这些宇宙战舰提供动力的是一种被称为趋率引擎的动力系统, 而在技术上来说,趋率引擎就被认为是量子引擎的延伸。 可以说,量子引擎是迈向未来的一个重要途径, 那么问题来了,量子引擎究竟是什么? 它与传统引擎的区别又在哪里? 量子引擎又名量子发动机, 不名思义是利用量子的特性来进行发动机驱动。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物理学家斯卡利提出的。 按照斯卡利的设想,通过建立一个量子加力燃烧室, 能将发动机做工产生的热量转换为激光, 从而为交通工具提供更高效的动力。 因为量子的特性, 引擎工作流体内部状态具有相干叠加的能力。 这种能力可以使量子热机产生比任何等效经典热机更多的功率, 而且比传统发动机更有效率。 最早的量子引擎设计也就是斯卡利的设计, 是在汽车尾气排气管上增加一个光机射器和一个微波机射器。 当尾气中的高能量分子的数目异常增多时, 两个机射器就会产生辐射, 形成激光。 不过, 这种量子引擎基本还是基于传统引擎进行的一个附加设计。 之后的科学家又在此基础上对真正意义上的量子引擎进行了设定。 为打造一款真正的量子引擎, 量子引擎将会在传统引擎之后探索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如今的量子引擎设定与传统引擎有着本质区别, 传统的引擎尽管种类复杂, 但其原因基本都大同小异, 都属于活塞引擎。 简单来讲, 活塞引擎就是在一个气缸中, 由机械活塞在其中做工。 此外, 在气缸的两侧各有一个用于燃油喷射的喷射器, 另有个进气口和一个排气口或多个气门, 可以根据燃料类型添加活发塞。 而发动机中的活塞, 在两个燃烧室之间的线性的往复运动, 将动能转化为热能并驱动机械整体运转。 按照这样的设定, 传统引擎活塞做工越大产生的热能越多, 发动机的效率也就越高, 但由于活塞做工本身会产生损耗, 传统引擎基本上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做工效率, 而量子引擎要做到效率的提升。 首先就是抛开活塞做工这种物理性运动方式, 量子引擎并不依靠点燃燃料来工作, 也不需要机器本身的做工提供动能。 量子引擎通过激光迫使粒子中的内部电子加速跳跃, 并通过量子纠缠原理, 使得粒子之间产生作用力。 而量子间的作用力将通过纳米机器将其传导给机械, 从而为机械提供能量。 不少科学家相信, 量子引擎所产生的能力几乎没有多余的消耗, 也不需要化石燃料, 并且其效果要远好于传统的活塞引擎。 就目标科技的发展来看, 量子引擎似乎离我们还很远。 实际上, 量子引擎的原理与量子计算机的原理很像, 但作为一款发动机, 其便携性以及如何实现常温下量子运动, 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难题, 相当于如何把一个庞大且复杂的量子计算机简单化与小型化, 并且能随时随地启用。 按照构想, 一个量子引擎技术功课, 传统引擎恐怕就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 同时, 量子引擎将为人类大规模星际旅行创造条件, 这也将成为人类走出地球家园的第一步。 而到了那个时候, 现如今人类面临的能源、环境、 人口等多个危机也将迎刃而解。 如今, 量子引擎不只是科幻概念, 它被认为是未来科技的方向, 其前景被多国所看好, 目前, 不少国家实际上已经展开关于量子引擎的研究, 量子引擎正在成为现实, 而科技的发展又引导着多国展开技术竞争, 每个国家都想在新技术上强占首发, 量子引擎自然也不例外。 前面提到, 目前中美两国成为第二次量子革命的主导者, 而在量子引擎这一块的竞争, 同样集中在这两个国家间展开。 2018年, 美国通过国家量子计划法案, 在五年期内驾驳12亿美元支持量子技术发展, 并且专门投入100万美元在大学中展开量子引擎相关的研究。 同时, 美国宇航员NASA也在量子推进器上立项, 中国方面, 2016年中国成功发射全球首科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莫子号, 为实现量子技术空间探索打下基础。 此后几年, 中国不断刷新千公里及地向双星量子纠缠分发等量子技术的记录。 另外就是, 不久前, 中国科学家成功地在风洞中测试一款速度高达16马赫飞行器的消息。 据获悉, 这标志着中国科学家攻克了邪暴轰冲压发动机这一概念, 使得中国在高效率发动机的研制上站在国际前列。 可以说, 中国是在量子技术以及引擎技术上同步前进, 二者很可能将在未来结合在一起。 当然, 除了中美这两个龙头在争分夺秒竞争量子高地, 身后的国家同样紧追不舍。 2016年, 欧盟注资10亿欧元投入量子技术研究, 2019年英国投入10亿英镑启动国家量子计划, 同年俄罗斯投入500亿卢比研究相关的量子技术, 印度也不敢落后, 在2020年提出在5年内提供800亿卢比来攻关量子技术, 可以说这条赛道上的竞争异常激烈。 当然,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 有竞争当然是好事。 就像人类航天技术发展最快的阶段是冷战时期美苏展开太空竞赛的时候, 人类得以在短短数十年完成此前不敢想象的成就, 包括载人登月与升空探索。 尽管从现在的眼光来看, 量子引擎似乎还需要很长时间, 但谁又能保证在各国激烈的竞争下, 量子技术不会在短时间内取得不敢想象的突破呢? 或许, 量子引擎到来的时间并不遥远, 未来可能就在眼前。